春天到了 春天開始養生很重要 我們常聽到中醫說春天養肝 到底為什麼養肝這麼重要 我們的肝精跟身體哪一些部分有關 其實在中醫的肝 它並不是只有肝 它跟我們的肝精的一個經過 跟我們的解讀 跟我們的內分都有關係 甚至於跟我們的情緒都有關係 不就是有個很厲害的小方法 您可能沒有想到的 這不是按宣慰喔 而是 來 我告訴大家 我的小方法就是 吹吹口哨 吹口哨是給你養肝喔 但是這個吹口哨 並不是經常這樣吹口哨 我們要先吸氣 吸了氣以後 準備讓它在我們的胸膛這裡 飽滿以後 我們就開始吹 但是這個吹 你不用做 一定要把它吹出一個曲子 你在吹的時候 就卡什麼 慢慢的把氣吹出來 首先 在座裡面 就是先吸氣 用我們的鼻子吸 用我們的嘴巴 讓它都要吹出來 如果中間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它好像在唱歌一樣 它就會怎麼 舌頭會捲起來 喔喔喔喔 用我們的舌頭呢 它就是一個旋律力 就是 那中間是 舌頭的中間是我們的脾胃啦 消化系統 旁邊就是我們的肝膽 就是很輕弱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把它稍微 不管是唱歌啦 或者是我們剛剛的吹口哨 吹口哨 就可以是可以運動到 你肝筋跟膽筋的舒暢 好 原來吹口哨是可以養肝的 所以今天大家就學到好方法了 吹口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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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口哨